在这个视频中,我们将要介绍怎么用Visual Slope来进行景点降水的分析 这是一个景点降水的模型 由于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怎么建模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忽略了建模的过程 这个模型包括了一个要开发的基坑 基坑的两侧有两条红色虚线 代表是割水墙 割水墙是由线子线来组成的 同时这个水位线是表达基坑开发之前地下水位的状况 这两根蓝色的线条表示景点降水的 降水管 降水管是由土工织物线来组成的 同时周围有边界线 这就是这个模型的组成过程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所需要的是哪些材料参数 首先我们看一下土体材料 土体材料的话呢 我们最主要的是需要土体的渗透系数 它包括水平渗透系数和垂直渗透系数 这两个渗透系数可以是不一样的 另外呢我们要给出景点降水的 这个景点的使用阐数 那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看一下景点是用土工织物线来代替的 但是呢我们并不需要土工织物它本身的材料参数 我们只需要给出一个名称 另外呢我们在用作景点降水时呢 我们要给出每研米后景点的截面是多少 同时呢我们要给出每研米景点的排水量是多少 排水量呢是根据土体的渗透系数来决定的 渗透系数越小 它的排水量自然也会越小 可以参考有关资料来确定这个参数 这就是景点降水所需要的材料参数 另外呢我们要想讲解一下边界条件 边界条件呢是可以有两种 第一种呢边界条件呢它是完全不透水的 另外一种呢周边的水呢还是可以源源不断的向现场提供的 对于我们这个情况来说呢 我们是考虑在降水的过程当中 两侧仍然有水进入现场 底部呢也有水进入现场 那么怎么来设置这个过程呢 我们可以选择 边界线 边界线呢它有下面有一个边界情况 这个情况呢如果是选择二的话呢 就表示水位呢水呢是可以仍然向现场供给的 如果选择一的话呢 水位是水呢是不可以向现场供给的 也就是说是完全不透水的 条件二呢是完全透水的 那就是这样呢来确定它的边界状况 好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模型当中所要注意的事项呢 给我们介绍了一下 接下来呢我们讲一下怎么来进行分析 在模型建立以后呢我们按景点降水的分析键 这时呢就会对景点的降水情况进行分析 分析完完毕以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云图 这个蓝色的地区呢是降水的状况 蓝色和天然色之间的边界呢 我们认为是降水的边界 降水的边界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降水的情况介绍了一下 欢迎大家感谢大家收看谢谢